哥 我切了点水果 给陈寗阿姨和小橙子 我来吧 尖尖门 我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来 你们回吧 回去吧 不用送了 你们到酒店来说一声 好的 放心吧 阿姨再见 你妈和你妹妹是想来帮你过生日吗 开心点 证明他们关心你啊 没不开心 你好严肃的 下一个 好吧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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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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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我 脑子里面什么都不要想 就算明天火星撞地球了 今天也要好好睡觉 末日江光藏在夜里 她心情不眠拆解影影 我在美身边里 我睡吧 夜空就没理由失明 夜空就没理由失明 如果你想她问起 天亮前的曲折 不过失去望明天也曾经过 所以沉默也不必说太多 所以沉默也不必说太多 只有去承受 你说你妈跟你妹 还真的是一天都离不开你 你就再回来多久啊 就追过来了 我妈的确好久没回国了 正好小橙子放暑假 回来看看也好 而且住酒店不需要人照顾 也不影响那销上班 哥 我觉得你还是 抽时间带他们出去转一转 小橙子不如说想去逛逛 我就会问同事 看看下午我就能够换个班 陈廷阿姨住的那个酒店 就是你打工的酒店 你要是碰见了 你记得打招呼我知道吗 那我也是真的有毛病 他妈估计都不记得我长什么样 我打什么招呼 没事啊 我们的民族英雄正成功名武 龙皇帝很少是难民 吃饭别背了 小心消化不良 不行 我今天就得去管理熟悉环境 一周内我就得把所有资料都背下来 然后正式上岗 所有资料是指 本地历史 还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 还有这些藏品的信息啊文化价值 意义什么的 主要是现在暑假 好多学生跟家长都来 我们管理缺人 天啊 背台词那么厉害 这些肯定没问题的 那倒是 反正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什么挑战 很赏识郑成功的是哪个皇帝 南明武龙皇帝 厦门古代从政政官职最高的人是谁 北宋的苏宋宰相 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全能学神 是古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在医学上 连李时珍都是他的粉丝 他编写的《本草图经》 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引用高达七十四处 而且在天文上 他制造了水运一项台 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中 比欧洲早六百年 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 我还能再讲十分钟呢 要是高考全考死基因背 那我肯定能上北大 行吧 你们就听到吹牛吧 我吃完了 我去店里了 店里生意那么好啊 还行吧 就是 早午餐跟冰沙卖得比较好 怎么没什么利润 维持基本开交吧 现在卫视收支平衡是第一步 初见成效了 是啊 不错了 拜拜 拜拜 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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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能让小哥知道我在这儿了 我是趁他洗澡的时候 通跑过来的 那你快去洗澡 洗完澡过来睡进去 你这是画什么呢 我想做一个冰尾动物系列 像藏羚羊啊 大熊猫啊 姜屯啊 你看 这姜屯多可爱 这样吧 我还以为 你画的小动物开会呢 开会 小动物开会 怎么了 对啊 我一直在想 怎么给这个系列命名 杜鹃说叫冰尾动物大全 我觉得太沉重了 开会挺好 就叫小动物开会 我去洗澡了 你回去睡觉吧 我不在你睡得着吗 你知道吗 你睡觉会打拳的 打拳 我以前不这样的吧 我本来睡得好好的 被你提醒了几次 明天一大早 我要接他们去古老语玩 而且被你爸知道也不好 我还以为我在你能睡得好一点 多些关心 以后去睡吧 小哥还在不在啊 你回去看看 回房间了 好吧 你要是睡不着就给我发微信哦 打电话也行 反正我帮你 知道了 路死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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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